大家好,我是大雄 俄乌之间的对等攻击还在持续 4月5日凌晨 乌坎乌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三个机场 之后俄军发射导弹 无人机袭击乌坎奥特萨、哈尔科夫、扎布洛尔等地 造成了乌坎平民死伤 4月6日早上 乌军炮击俄罗斯比尔格勒德等地 你炸我哈尔科夫 我打你比尔格勒德 4月6日晚间 乌克兰还用无人机炸毁了俄罗斯托夫的一条输油管道 这下俄罗斯无法用油轮装载石油产品 这种对等攻击将越来越多 特别是乌克兰 有大量航程超过2000公里的无人机 俄军的近80个空军基地 大量的热油厂 国防工厂都会成为目标 乌克兰战略工业部表示 乌克兰计划 2024年生产超过200万家无人机 特别是带有人工智能的无人机 即使在困难条件下 也能精准到达目标 不要小瞧乌克兰的军工能力 2024年注定很不一般 阿弗蒂夫卡地区 俄军从比尔第七北部突进 还试图从谢梅尼弗卡南部绕过该定居点 但进展不大 乌军第25空中突击率 击退了阿弗蒂夫卡方向的俄军攻击 击毁了俄军16辆坦克和装甲车 巴克蒙特地区 俄军连续的猛攻恰西弗亚尔 在过去几天 俄军付出巨大代价 到达了恰西弗亚尔石礁 但无法继续推进 乌军的主要防线沿着北顿涅茨 顿巴斯运河修建 乌军第67旅摧毁进攻这里的 俄军32辆坦克装甲车中的19辆 俄军每前进一步都代价巨大 但俄军仍然想夺取这个战略要定 在俄军前出突击的时候 乌军第42旅向恰西弗亚尔以西地区挺进 这可能会切断俄军突击部队该地区的进展 扎布瑞地区 俄军的攻击没有任何的进展 乌军第21旅在斯塔罗曼尔斯克以西 收复了一平凡公里领土 取得了战术进展 赫尔松地区 俄军向克林基发起的攻击失败 乌军用海马斯袭击了赫尔松左岸 一个俄军的修理基地 马林卡新海利弗卡地区 俄军在新海利弗卡取得了微小的进展 控制新海利弗卡北部更多地区 库布扬斯克克里面纳 莱曼地区 俄军过去一周 在库布扬斯克仅有一次攻击 几乎暂停了行动 特尔尼附近的一支俄军的纵队 被彻底的解灭了 12件装备被毁 一辆坦克被乌军缴获了 乌军总司令西尔斯基表示 俄军利用空中优势 导弹和火炮 昼夜不停地进攻 部署突击群和装甲车 步行分拨 从排到连 有时甚至是营进行突击行动 前线尤为困难 但乌军还是坚守阵地 乌军支援部队司令部 总参部表示 过去一个月里记录了371起俄军 使用装有危险化学物质的弹药的案件 比之前增加90% 特别是俄军使用无人机 投掷K-51手榴弹和RG-VO 两年多战争记录了1412起俄军 使用含有危险化学物质的弹药的案件 这足以说明乌克兰的抵抗让俄罗斯恼怒 俄军为夺取更多阵地 已经不顾各种的禁忌了 这种行为暴露俄军的底气不足 4月7日 乌克兰公布俄军损失数据 火炮和交车损失继续走高 俄军在前线代价巨大 取得的效果有限 4月6日 一架关闭转发器信号的俄军侦扎机 在波罗的海上空 被德国空军从拉脱维亚基地起飞的战机拦紧 俄罗斯不断地试探北约的底线 这就很有意思了 4月6日 立陶宛宣布已将M577指挥和参谋车辆 移交给乌克兰 这种装甲车用于在地面部队战术链中 提供无线电通信和控制 也可用于控制PCH2000榴弹炮 韩国将于2024年 向乌克兰提供23亿美元财政援助 还提供了1200万美元 用于乌克兰受伤士兵的康复 埃查尼亚国防部长汉诺·佩夫库尔称 埃查尼亚已为乌克兰找到了 另外100万枚的炮弹 而实现这一计划需要资金 欧洲之前不希望从欧盟之外 为乌克兰购买弹药 希望资金留在欧盟内 在乌克兰面临困难时才同意 从欧盟之外购买弹药 这让乌克兰损失更多 欧洲不是缺乏资金和装备援助乌克兰 更多的是政治意识作祟 丹麦、挪威和荷兰将向乌克兰转让65架F16AB战斗机 尽管以上国家表示部分愿意捐赠 金额还是高达16.8亿美元 其中丹麦将转让6架F16Block 10 13架F16Block 15飞机 挪威将转让22架F16Block 10 15飞机 荷兰将转让24架F16Block 10 15飞机 荷兰还耗资1.5亿美元为乌克兰购买F16专用导弹 以上65架飞机在美国批准之后就可以立即转移 乌克兰有三个飞行员小组 分别在丹麦、美国、法国、罗马尼亚训练 4月6日 荷兰国防部长卡夏奥隆格伦宣布 F16战机联盟 希望今年夏天能够开始交付战斗机 首先是丹麦战斗机 然后是荷兰战斗机 首批将陆续交付24架F16战机 此前丹麦首相梅特弗雷·泽里克森表示 期待6月份至少4架F16飞机在乌克兰领空飞行 F16战机不是零胆秒要 但配合爱国者系统等武器 将让乌克兰不失去制空权 有助于赢得战争 相比F16战机即将到来 美国援助怕是来不了了 4月6日 媒体报道称 美国纵运院共和党人的内讧 以及议长约翰逊 被罢免的威胁可能会进一步的 推迟美国向乌克兰提供资助 强派共和党人认为 边境安全问题必须先解决 还有共和党威胁议长的约翰逊 提交援武法案投降将被罢免 民主党内的激进派对乌韩更加不着急 希望与共和党谈更多条件 拜登试图团结民主党确保自己的选票 也不肯轻易的向共和党认输 美国两党开始玩游戏了 这让援助有可能再推迟几个月 是否援武是美国人自己内部的事情 作为欧洲盟友和乌克兰只能呼吁 但也让欧洲认识到 美国的承诺不一定可信 4月6日 北约秘书长停辞斯托尔滕贝格接受采访时表示 到7月在华盛顿举行北约峰会时 北约盟国将同意设立一个 五年期1000亿美元基金来援助乌克兰 这恐怕是斯托尔滕贝格 下台前准备为乌克兰做的最后一个大事了 至于成不成只能拭目以待 泽连斯基在切尔尼戈夫州 录制了247新闻广播中提到乌克兰的困境 缺乏弹药防空系统 还对法国派兵 对抗俄罗斯FAB炸弹 和平峰会等关键问题都做出回应 泽连斯基特别提到 盟友很多承诺都没有对签 部分援助只到位10% 泽连斯基特别提到美国援助 他坚信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额外援助 即使是贷款 乌克兰也愿意接受 泽连斯基强调 关于美国的援助 无论如何都是至关重要的 不幸的是 俄乌战争已经成为美国的国内政治问题 尽管这事关世界安全 而且我不理解这种不成熟的做法 如果今天向乌克兰提供一切贷款 或一年后免费提供 我们会说今天 我们只有一个选择 那就是生存并获胜 更重要的是越早越好 此前美国和欧洲提供给乌克兰的都是免费的 在特朗普公开要求要给乌克兰提供贷款援助后 美国两党在援武问题上推迟6个月 对于乌克兰来说 等不起了 哪怕是贷款也可以接收 但无奈的是 美国的援助短期内不能带来 乌克兰现在只能靠欧洲和自己 尽管一切艰难 乌克兰已经坚持了774天 至今仍然未投降 因为乌克兰人不会接受领土 自由尊严的任何妥协 最后分享一个视频 一只冠哀悼在电线杆上被烧毁的巢穴 而乌克兰人给冠做了一个更好的家 勇气韧性和无法被摧毁的精神 以及心中有信念有爱将会战胜一切 俄乌战争的结果到来只是时间问题 乌克兰的一切终将值得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吧 最近大雄的视频流量很低 收益也很低 希望宽余的朋友能经常的鼓励我给些打赏 您的一份打赏 一份暖暖的心意和支持 给我坚持的力量 许多大陆朋友反应 看不到打赏的按钮 大家可以扫频道主页的微信赞赏码进行打赏 如果大家觉得视频还有待改进的地方 可以留言告诉我我好改进 大雄也知道这两年的光景不是太好 也不想大家为了看视频破费 尤其是长期支持我的朋友 但沉重的生活负担压得我喘不过气 只能伸手向大家讨要了 如果您不宽裕 就不要打赏了 点赞转发大雄的视频就足够了 好了 闲话不多说 我们下期见